然番剧场!然番啦! 是大部分的领域种族选择的道路 以战养战 虽然给本族带来了人员上的损失 却也给更多的族人成长的机会 将这个问题放到现在也是如此 血炼功法的推广势在必行 但想要推广血炼战士的培养 显然是不现实的 青城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的资源来进行培养 这个问题很现实 想要解决也很难 人类学者给人类制定的方针是 先强带后强 也可以解释为先父带后父 先培养出一批人类精英 通过他们在前线的努力带回更多的资源 然后再以这批资源加快人类文明的发展建设 这本质上也是以战养战的发展策略 将资源聚集于顶部 再让被培养的顶部天才 去获得更多的资源培养后人 以此形成人族发展的闭环 这番话给了风起挺多的感触的 脑迷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还表示相比较补给区小规模的聚集作战方式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就必须要扩大战争的规模 参考方案之一就是建立掠夺城 不要再以防守反击为主要手段 而是要主动地去掠夺其他种族的资源 掠夺这个词看似残忍 但却是获得资源最有效的获取方式 最后老民表示 实力是一个种族的根本 但是实力可以划分成为很多方面 其中资源储备是最重要的因素 比如迷雾老祖在的时候 那时候的迷雾族比现在的迷雾族强大 即使抛开老祖这个特殊因素也是如此 具体原因就是 当时的迷雾族有着极为庞大的资源储备 研究根本就不需要扣扣嗖嗖的 完全可以用资源砸起来 修炼上也是如此 修炼转换效率低 根本就不是问题 完全可以用资源的量去解决问题 这也是当初的迷雾老祖逝去之后 迷雾族还是统治多个小世界的霸主 直到后面没了老祖的威慑 摄取资源的渠道减少 迷雾族才逐渐走向了衰败 但是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丰奇的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 接下来 他来到了训练室的中央 开始锤炼身体 这个过程他称为长寿训练 夜晚七点 星城学府 操场张灯结彩 灯火通明 垂下的彩色丝带上 写着星城各行业代表送来的毕业祝福语 操场的绿荫草地上 每个五米摆放着一张酒桌 每张酒桌十个位置 每个位置上还放着精美的毕业祝福礼盒 除了糖果等礼物之外 里面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是星城联合赞助商 赠送给毕业生的起步资金 每张卡里都有二十万余额 用于学员踏上前线的时候 购买所需要的各种装备 道具 操场的前方是刚搭建起来的舞台 保明前来参加毕业晚会的表演团队正在试音 应届毕业生也在这天 换上了像是战袍的毕业服饰 脸上洋溢着笑 但欢乐气氛的内核 却是悲伤 前线的残酷 即使他们不曾亲眼见到 但是从每年的伤亡数据中 还是能亏切其惨烈程度 能够善终的更是没有几人 而多年的栽培 就是为了毕业这一天起 伟人族的延续而战 风起应约到来 景之来到了木晴 凌然等人所在的酒桌坐下 看到他的到来 众人纷纷笑着打招呼 喊着齐格 熟悉的感觉瞬间冲淡了 时间带来的陌生感 他在这时转头望向身边的木晴 此时木晴穿着战袍毕业礼服 还是那副呆萌的模样 并未有任何的变化 闲聊之中 木晴忽然开口询问 阿琪 还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吗 当年的约定是什么 风起的心中自然是清楚的 那个夏日宿舍楼前的湖畔旁 他曾经答应木晴 如果未来某天 木晴建立领域战团 他会履约前去担任副团长的职务 跟随木晴征战前线 只是这个约定 他显然是要失约了 毕竟这条西生线 木晴有着自己的成长道路 他不想过多的去干涉 而他的目标是在建设星城的同时 等待木窑出现 与木晴建立起黎明君 到时候 他也能顺势接触到木窑 然后通过木窑 去了解更多世界的真相 他的加入 会让未来产生更多的变数 尽可能让未来 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 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似乎看出了风起眼神的躲闪 木晴的脸上忽然浮现笑容 把你这个大天才 绑在我身边 实在是太缺彩了 其实各大研究院 才是你最好的归宿 但如果你未来 遇到了什么困难 记得随时联系我 嗯 你也一样 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要联系我 嗯 我肯定会联系你 毕竟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木晴毫无犹豫地点头道 这时现场音乐忽然发生变化 风起转头望去 发现白富生走到了舞台中心 接过晚会主持人手里的话筒 此时的白富生 穿着黑底云纹礼袍 礼袍表面装饰着山形几何花纹 远看似山川河流的缩影 毕业注词的宣读 白富生表情严肃且认真 通过毕业晚会 白富生给应届生与未来将要毕业的学员上了一课 通过这堂课 白富生向学生们表达了 无论何时 无论身处何地 我们体内都流淌着相同的人族血液 面对任何诱惑 都不要背叛自己的种族 最后 当白富生最后喊出 难而何不带无钩收取观山五十周时 全场掌声雷动 毕业晚会就此开始 音乐声中 学员们开始诉说离别 恍惚之间 风起想到了曾经的死党莫非 那时候约定的是每年都要见面聚一聚 事实是 除了加入科技研究院的那条牺牲线时 其他的时间线他们都不曾相聚 毕业时的承诺太过苍白 他在这时想到了王锦生喝醉酒的那天 老王说 他曾经与最好的朋友 自毕业之后都未曾再见过 得到关于他最后的消息 是前线传来的复告 网上时常有声音说 这个时代的人背负了太多 事实确实如此 但是风起更明白一个道理 现在新城的安定生活 同样是前人负重前行换来 而他们也正是在为人族的下一代负重前行 这是一份为种族延续而战的传承 前人拖路前行 保护新生代 茁壮成长 当前人精疲力竭倒下时 那些成长起来的后人将接过前人手里的人族大旗 继继续为下一代透露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 哪里都会有黑暗的一面 社会问题 外部威胁等等 但是身处这个时代 面对问题时 更重要的是想办法改变现状 而不是觉得身处黑暗 而自暴自弃 正如白福生所说 我们需要有共同的种族认同感 你不满足的是社会现状 但你得认同我们体内流淌的是相同的血 这才是根 更是一个种族真正的凝聚力所在 纵使王朝变迁 社会变革 我们都是人族的身份 不会改变 晚会持续到了晚上12点 当午夜的钟声在校园上空荡响 晚会正式结束了 在悲伤的背景音乐中 许多应届学员终于绷不住情绪 笑着流下了眼泪 四年的奋斗 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新的征程即将开启 当人群陆续散去 风琪等人也站起身来 陪着沐晴来到了女生宿舍楼前 等待中 许多背着大包小包 推着行李的身影 从宿舍楼内走了出来 他们许多人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双眸通红 显然还未从情绪之中走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